31号上午,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,欢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。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等出席欢迎仪式。 军乐团奏西中两国国歌。 随后,李强陪同桑切斯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。 欢迎仪式后,李强同桑切斯举行会谈。 李强表示,中方愿同西班牙一道,以今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,持续深化友谊,全面拓展合作,密切多边协调, 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的发展。 李强指出,中西要巩固政治互信,密切交流沟通,对接发展战略。 中方赞赏西班牙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。 两国都是多边主义和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者、受益者, 应该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, 共同捍卫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。 中方愿同西班牙做大贸易投资,加强产业对接, 打造新能源、先进材料等合作新增长点,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。 双方要依托中国西班牙文化和旅游年办好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。 李强表示,稳健的中欧关系符合双方利益, 中国始终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和战略自主, 双方应加强沟通协调, 本着尊重平等态度交流对话,求同化意, 筹备好今年中欧领导人会晤,加强优势互补, 共同打造数字、绿色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引擎。 中国愿同欧盟一道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, 反对阵营对抗和新冷战,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稳定。 桑切斯表示,西班牙视中国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, 愿同中方深化、经贸、投资、文化、教育、旅游等领域合作, 实现互利共赢。 欧中关系十分重要, 西班牙今年下半年轮值欧盟主席国, 将大力支持欧中加强交流合作。 西班牙和欧盟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。 会谈后,李强和桑切斯共同见证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, 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。